威格教育体系的总校长交接典礼这天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原总校长吴席勋因为身体状况申请退休 由刚从台中高宫退休的许玉珍校长接任 新任校长表示上任之后会加强和德国学校合作 提升德语能力 让观光和餐饮科系的学生能与德国教育衔接 让学校从德国迈向整个欧洲 硬性交接威格教育体系的总校长交接典礼 这天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原总校长吴席勋因为身体状况申请退休 由刚从台中高宫退休的许玉珍校长接任 场面隆重盛大 工部门学校里面受到政府的补助 可以说无为不知 私立学校政府的补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 都必须靠我们创办人亲力亲为的投入 也必须靠所有的教育学校的行政团队跟教学团队的努力 心理建立品牌才能够去生存 这几年的办学成绩非常的优秀 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如愿地进入自己所理想的学校就 不管是高中或是大学 这一点我们要代表家长会的家长 非常感谢学校 而且是补校长跟卸校长的努力 创办人表示把威格推向国际 一直是学校的重要方针 除了感谢卸任校长过去对威格教育体系办决的努力外 也期许新任校长能够强化国际接轨的深度和广度 瑞士来肉商这个餐饮管理协议 我们已经搭档线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威格高中的学生 经由德国然后到瑞士 我们都能够未来在这个餐饮界能够卡在好位置 都是能够参饮界的接触领导者 这一年在高峰与日本德国交友的经验 我们除了向欧美之外 并替日本德国留学并遭收优秀清函免费的学生 来学校为与现有的学生共同学习 除了原有的美国加入外 新任校长上任后会持续开拓德日的教育交流的新据点 让观光和餐饮课的学生能够以此为据点 前往欧洲和东亚开拓出新的事业 记者里将来中查不到